俗话说货比三家不吃亏 怎么样知道现在自己的保费是最划算的呢 听听Kenny怎么说 除了安全驾驶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大家注意的 看自己有些人有特殊的专业 像engineering 或是有一些保险公司 如果护士或是accountant这类等等的话 他们会有一些特别的优惠折扣给他们 暑假来临有些小孩要开车了 那父母希望加上去 但18岁十几岁的小孩开车的话 保费也是天文数字 所以希望就是父母督促自己的小孩都读书 至少成绩拿好一点 也是可以省就是蛮多的这个保费的 所以专业人士可以省保费 好学生可以省保费 还有一样东西 你在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 我们所代理的一个保险公司叫Mercury 如果说你现在你的保险经济没有代理Mercury 打个电话来华星 因为Mercury是我们大家都能够公认的 是这个服务还不错的保险公司 它的大本营又在加州 又在Bria就在我们这附近 它的保费真的是 我不能讲它最便宜 但是它的保费是非常具有竞争性 对同等保险公司来说的话 如果您的驾驶记录是良好的话 他们的价钱一般来说都还蛮好的 是的 你如果说现在保的不是Mercury 或者是你的保险经济 它没有Mercury的代理权 讲实话了 非常多的agent想要争取Mercury的代理权 可是Mercury的代理权 绝对不是一个刚刚出道的agency 没有规模的agency 或者是说这个保险公司 对它的诚信度不了解的agency 拿不到这个保险公司的代理权 因为他们只要只给 他们认为说信誉可加 诚信度很够的agency才拿得到 所以说你很可能没有跟Mercury保过险 或者没有问过Mercury的报价 打个电话指名来问Mercury的报价 如果说你是好的驾驶 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问一下Mercury 很可能你会得到一个非常好 让你满意的答案 所以说专业的这些东西 怎么样让你的经纪人 把你的家庭的成员了解一下 然后有什么专业 甚至于说现在说 什么你有Costco卡 是哦 或者是什么AAA卡 也能够拿discount 是不是有这个回事 Sophie 是的 这个是最新的这个折扣 只要家里成员有Costco 或者是AAA 或者是大卖厂Sams Club 都可以有这个折扣 这个折扣力度还是蛮大的 有8%的这个折扣力度 1000块保费 有8个percent 就80块 80块的话 去吃我们的这个臭臭锅的话 80块钱可以吃6吨7吨 也不错 对 所以说呢 你只要抱出来 说如果 如果你真的有 你没有提出来 你的经纪人又一忙 没有问你 你几十块钱就没有了 那可是你想想看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一家人 有三部车四部车 保费4000块5000块 是 5000块的8个percent 是到400 那如果说你今天 你有参加什么member 什么member 你也把它列个list出来 问你保险经纪 我有这些member 我是不是可以 有什么discount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好方法 是的 所以说这个 只是多讲几句话 那这个东西是跟你平常上网 去网络上面买保险的时候 没有人会提醒你这些东西 你的儿子成绩怎么样 这个那个的 没有人问你的 所以说这个方法 是可以再省钱 还有什么方法 比较常见的 譬如说支付额可以调动 您可以询问您的agency 经纪人说 这两个差别是多少 有些保险公司 支付额500或是1000 其实它不会有太大的差额 那我们当然一般建议 如果说差个几十块钱 半年的话 那当然500块钱比较好 因为如果真的不小心 发生什么碰撞的话 你付额钱就会 就比较少一点 不用说 玻璃破掉了 两三百块的东西 或者说是八九百 那至少你支付我500的话 你就付我钱 也就是再少一点了 我的想法 跟Yuyu的想法 不一样 为什么 不管怎么样 我都想说 能够省保险费 我要省 对不对 可是我一定把省下的保险费 加在我的来不问题里面 你不管是500块钱 是1000块钱的支付额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相信我们华人朋友 5001000的支付额都付得出来 万一出了来不问题 出了一个车祸 就像说一个鲁莽驾驶 或者一个不小心 真的说去捡一个手机 不小心撞到前面的车子 最近才看到一个 让我气得要死 捡一个手机 那个车祸把别人屁股 碰了一下 三个月处理下来 那保险公司的一个账单 就通知我们理赔了多少钱 7万多块8万块 只是你的一个捡手机的 这个动作 7 8万就没了 那可是呢 这7 8万还在 这10万块钱保额之内 那可是如果真的很不幸 今天你发生了一个车祸 然后对方缴的律师 如果说真的对方死了 伤了 你说赔个几十万一百万 那你是不是也就认了 可是往往这种车祸 碰到理赔金额很大 并不是真的是碰到了 真的对方死伤很严重 而是对方的律师 死要你不放 的那种情况之下 那个时候呢 你省了那个50块 100块钱的 来不立体的保费 你只买了1万 5 3万或3万的6万 别人随便一开口就是 50万100万的要 你至少 你在那个官司 还没结束之前 你有好一段时间 晚上睡不着觉 睡不好觉 你的精神损失 都已经远远超过那个数字 所以说呢 刚才我讲 如果说你能够买 1000块钱的支付额 绝对不买500 绝对不买500 因为省那个 那1000跟500之间的 那个deductible的保费 把那个保费 加到你的lability里面 这样子的话 万一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完全不用担心 保的不够 你如果说 为了只是 你会500跟1000 我再问问 Sophie 如果说今天 你的一个这个车子 修理费 可能700块800块 如果说500块支付额 保险公司 只赔你200块 300块 对不对 对 那可是呢 如果说今天 这个你一报出去以后 可能又是一个 至少是一个recker 不管将来会不会涨你保险费 是一个recker 好 那如果你把你的保险的支付额 就定在1000块 定在2000块 这个事情根本不用考虑了 就是自己付吧 那这样子也让你的 那个recker上面是清白的 对 然后去拿这个 好驾驶 好recker 得这个discount 几年下来一定比较滑得来 我这边有一个例子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朋友 他的同事 因为家里面呢 就想说省保费 省保费 然后他因为刚刚有一台车子 有贷款付清了 那付清大概一万五左右 把那个旧的那个 也是一个旧车 是一个honda 他把他付清了之后 那家里人就把他的这个保险呢 从原来的全险 就直接砍成单险 那这样子是省掉一大块保费 但是他很不幸啊 就是非常不lucky了 他几天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 车子是停在家 家里的那个dryway那边 然后居然被偷了 那结果保险公司一分钱都不会赔 假设这部车子 他的贷款一万五千块 也把他付清了 然后呢 这个车子 completensive这个险 很可能一年的保费 可能就两百三百 甚至更少 甚至于更少 那我省了两百块钱 甚至更少的钱 一百多块钱 可是事情发生了 一万五甚至两万 就没了 那这个的损失 你自己算一算 是不是因小失大 那当然了 很多人很天才 告诉我说 Kenny 我们交交十几年 我是你老客人 你就帮我去跟保险公司 摸一摸 去弄一弄 有没有这种客人 当然有 可是各位想一想 今天的美国的科技 跟我四十年前开始做保险的科技 是不一样的 做过去是保险公司 你说你今天签了paperwork以后 三天之内一定要送到保险公司 三天之内不送过去 保险公司不on了 好 现在的话 保险公司是 你在那一秒钟 就要送paper了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连线 然后你这一分钟 你哪怕说十分钟以前 你说把这个保险给取消了 你走出去以后 这个很不幸的 门口车子被偷了 或者车子被撞了 你马上再回到agency说 Kenny 那我反悔了 帮我再加回去 那我会告诉你 对不起把车开过来 我还要照相 还要重新估价 所有东西要重新做一遍 已经跟各位所想象的说 你这么不够意思 我才cancel了五分钟十分钟 叫你加回去 没错 现在的电脑 现在的网络科技 所以说当然了 我相信现在会做 这样子request的朋友们 也会少很多 几乎没有了 可是今天会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就是我们看到了 鲁莽驾驶造成的车祸 跟今天我们在处理车祸的经验里面 多少的客人真的出了意外 多半都是跟手机有关 就是在发text message 在接听电话 或者手机掉了 然后去捡电话 都是在两秒钟之内 所发生的事情 所以说真的 要能够节省保险费 只有拜托 拜托各位 两件事情 第一个 让你做一个好驾驶 第二个 打个电话到华星保险来 然后把你原来的保单 给我们看一下 让我们再帮你对比一下 说不定 你只有两个种答案 一个答案 恭喜你 你现在也拿到最好的保费了 第二个 恭喜你 因为你找到华星 我们帮你省大钱了 对不对 两件事情都是好事 一个是省钱 一个是肯定 你过去说买的保险是好的 所以说还没有找到华星 然后没有来找华星 指明要 Mercury报价的人 赶快打电话过来 苏菲刚提到说 这个cancel的policy 然后没有买偷道险 然后结果没得赔 但我突然间想到了 另外一个故事 这也是让我觉得说 为什么我刚刚讲 Mercury这家保险公司 然后我觉得 它是很诚信的一个公司 那我可以跟他们 做很多的配合 原因很简单 之前有一个客人 跟我们也是老客人 买了一个旧车 保的是半险 那结果在几年前 他换了一部旧车 可是那个是比较新的旧车 就换了那个旧车以后 保了全险 他跟我们的同事讲说 我虽然买了一部旧车 可是我要保全险 那又隔了好几年 这个车子也是被偷了 突然之间 他来报Clan的时候 我们发觉说 他保的是半险 那怎么办 然后就我们 当然了 我们把我们的Raker 调出来一听 客人说我买了一个旧车 但是我要买全险 那我知道那是我们的错 那我就立刻承认错误 跟客人讲说 没有问题 这个是你当初 你是要求全险 OK 可是我们的承办人 大概一下子疏忽了 直接就是你过去是半险 就是跟你半险 那这样子 我们华新会来承担 所有的责任 那当然我也就把这同样的information 报到保险公司 希望保险公司 知道我该怎么去做 这些事情 保险公司说 你的诚信 我们绝对相信 如果说这样子的mistake 我们保险公司 会来帮你处理 就保险公司 把我们真的去处理了 那我觉得说 这就是说 你要去找一个 有规模的agency 有任何事情 他能够帮你 有担当 对 去处理 然后能够让你 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那当然 我刚刚讲的 这个故事的话 不是说 今天我们闭的眼睛 跟保险公司 几十年的关系 然后在这么多年 的关系里面 我们建立好的信誉 那也就是说 有的时候 有些人会会说 为什么你们华新保险 都比较啰嗦 我到别的地方说 我有个车子要保险 别人就给我价钱 你们保险 你们agency 都要问我 车子晚上停哪里 你在哪里上班 然后这个车子 还有谁开 种种的东西 然后问你有没有 什么Costco car 你有没有什么 Saint Club car 他说你们问的 还真多 还真啰嗦 我都给你们问烦了 那事实上面 我们的员工 被training的 非常有礼貌 非常有礼貌的 问你这么多问题 我们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把你争取到 所有应该 帮你计算的每一分钱 如果说你真的是 比较有钱 你说让保险公司 多赚你没关系 那你就跟我们 承办人讲一下 没关系 这种问题都不用问 困点我都不要了 如果你讲了这个话 那当然我们就不再问了 如果说你想要拿到 所有的折扣的话 那我们就会问你 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那个 这样子的话 我们帮你争取最大的折扣 所以说找保险经济 还是要有信誉 要有历史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的 懂我的意思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 滑行保险在这边 已经40年了 我们在这边 有十几万 有16万的客户 那这样子的公司 是要对大家负责的 那我不知道 要怎么来宣传我们自己 但是我们有十几万的客人 几千个公司给我们买保险 你在外面听不到别人说 滑行保险不负责 那就是我对各位 所有我们这个 照顾滑行保险的客户 最好的一个保证 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客人 只要你买了保险 我们一定尽力 把我们的服务做好 把该要的照顾做好 然后我们也会把 我们的服务上 做到你满意为止 这是我对各位的